陆先生 我们分析发现 玄蛇所含的毒 与病人体内的毒 吻合度极低 这或许就解释了 为什么根据玄蛇血液 研究出的药剂 只能控制病情 却无法根治 你是我 许元大人 救救我们吧 好好好 大家别急啊 办法总归会有的 许元大人 求求你 快救救我们 付此料吧 放开 住手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粗鲁啊 你在这里安心养病 等我们除掉了那头温病之蛇 你们很快就能康复了 我听说 这头蛇是被一些人供奉着的 罗绵医元 如果是真的 那这些人也一定要逞出啊 对啊 不能放放 不能放 大家稍安勿躁 我不会辜负大家的 这些问题 我一定竭尽全力去解决 许元大人 还是吃了我们相信的 还是罗绵员有魄力啊 还是罗绵员有魄力啊 鱼 陆先生 罗某专程来找你的 借一步说话 是 陆先生 你这里是否有比较烈性的毒迹 那头蛇困在超阶大阵中 现在是将他铲除的最佳时机 你不是需要蛇的胆汁吗 所以我想是不是有什么毒气能杀了他 没用的 这摩天玄蛇乃是百毒不侵 而且事实上 研究已经有了初步结乱 我们担心 毒员可能并非来自玄蛇啊 是吗 那罗某就先告辞了 罗议员 你不在白镇血库看着 跑我这儿来做什么 哎呀 出事了出事了 西药塞的统卫名库 直接带人闯进血库 把那批货拿走了 什么 什么 那批货哪怕销毁也绝不能再流出去 你不知道吗 温兵如果传到西药塞 很容易就能查出是血迹出了问题 这件事一旦暴露 你我都别想活 那现在怎么办才好啊 快到斩乱马 好 我这就去准备 果然 罗敏就是温兵的始作俑者 多亏了你这个小机灵 现在就差查清毒血迹的问题了 这样才能叫罗敏白口莫辩 我已经研究出结果了 问题血迹是使用了某种有毒性的妖魔的异血 可是要想证明玄蛇清白 还是得找出真正的毒源 灵灵 白魔鹰只存在于心灵是吗 是啊 温兵出现 和白魔鹰习成的时间很接近对吗 不是接近 第一例病患出现 和白魔鹰倾巢出动 是同一天 如果这一切不是巧合的话 灵灵 我们得回一趟西药赛 既然白魔鹰以前从不曾进犯 那这次他们很可能是因为温病而袭击城市 这或许就说明白魔鹰的目标是产生温病的妖魔 一条生态链上的两种生物不可能距离很远 所以这种有毒的妖魔必定也在心灵作下来 白魔鹰很快又要杀回来了 我要上战场 我不要干这种清理的工作 尸体必须及时处理 否则容易出现温病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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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怎么了 温病 大力染上了温病 大力 救命啊 没事 这个温病不会传染的 凡哥 猴子 你出来了 现在西药赛人手紧缺 我就被调遣回来了 大力啊 你别怕啊 我看你这很像是被毒老鼠咬了 猴子 你说什么 哪儿来的小姑娘 不能没礼貌啊 叫哥哥 别废话 赶紧说 老子 这是灵灵 别看人小 她可是我领导 那 你刚才说的毒鼠是怎么回事 我之前进林子给回找食物 不小心被一种毒鼠咬了 手上也是长出这样的毒窗 然后 会帮我找来了阴影红草 骨上就没事了 如果毒鼠过的血毒和瘟病一致 就能证明玄奢清白了 好 那我这就去抓一只了 就在前面那片林子里 帆哥 我带你去 嗯 可 这 这就不管我了 赶紧找药救我呀 毒鼠极其灵敏 地面上再细微的震动 她都能察觉 所以 我们只能守在鼠洞边上 等她自己出来密室 可我时间紧急 她要是一整天都不出来怎么办 放心吧 我观察过她的习惯 一会儿应该就会出现了 诶 凡哥 你上次赶过去 帮上唐月老师了吗 唉 能帮玄奢洗脱冤屈 才算帮上了唐月 真不明白 为什么总有人跟动物过不去啊 是啊 不管是我的急性狼 还是你的天鹰灰 甚至是现在看似 对人类有巨大威胁的玄奢 我都能感觉到 他们已有真挚的感情 对人类是善意的 人兽之间 本应彼此守护才是啊 也不知道 灰现在在哪儿 是不是安全 火子 跑了 哼 跑不了 需要不错啊猴子 自从上次变化了灵主流长 我的土气进步好多 这种毒鼠 名为灵爪易鼠 他们的身体内 藏着一种病血 和血迹所需的易血 非常相似 罗勉和王毅 就是用这种灵爪易鼠的血 烂于充数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灵爪易鼠的易血 会引起病变 还有莫凡 你之前的猜测是对的 灵爪易鼠 正是白魔鹰 最钟爱的美食 这两件事 竟然是有关系的 嗯 白魔鹰嗅到 灵爪易鼠的血腥味 物把感染的病人 当作猎物 所以才会倾巢出动 袭击成事 一切都清楚了 灵力 你太棒了 等一下 既然真相已经查明 那就快把罗勉给抓起来吧 要扳倒一个审判会议员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更何况 我们手上并没有实际证据证明 他就是幕后主使 现在最紧要的是把玄蛇救出来 既然病云已经查明 那助盟就没有理由斩杀玄蛇 黎天审判长和冷清姐姐已经赶来洗药赛 他们去解释 助盟应该会信的 助盟实在稳固 如果找到解药的话 就更有说服力了 豪子 你说的英红草应该去哪里找 在 白魔鹰又杀回来了 黎天审判长 白魔鹰大举攻进 我们急着备战 你把大家召集过来要做什么 在座诸位 有没有想过 一向平静的白魔鹰 为什么这次不顾一切的袭击城市 你是知道了些什么吗 我的部下冷清 已经通过几名年少有为的法师了解到 温病真正的来源 是一种白魔鹰爱吃的毒鼠 而非玄蛇 贪婪的人拿毒鼠制造假血剂 才造成了这场温病 现在最要紧的是 是对抗白魔鹰 和温病有什么关系 等等 黎天审判长 您的意思难道是白魔鹰习城和温病有关 没错 这次白魔鹰倾巢而出 正是因为他们把使用了假血剂的人 误认成了美参 若是因为人祸而献出了那么多宝贵的生命 难道不要问罪吗 罗敏 你有事瞒着我 要追究 一定要追究 管理血剂的人是王毅 我亲自查办 全副四位 王毅死了 什么 他已经畏罪自杀了 留下认罪叔叔 问题血迹都是他的计谋 如今扭下大火 只能以死谢罪 罗一元 你觉得此事是不是太凑巧了 白魔鹰都濒临城下了 你们还有心思内讧吗 弃居宝帅 对自己人都下多少 真是阴险怠惰 应该很快就能解释清楚 我马上得动身回宋城 猴子 您怎么打算 我 当然是加入战斗 抵抗白魔鹰 不 你是无疑能从根源解决这次危机的人 不出两个小时 白魔鹰群就会逼近西药塞防线 这一波的攻势远超前一次 恐怕我们这道防线坚持不了多久 得想想办法呀 总算还是有名势力的人呢 既然白魔鹰是因为温病而喜成 那么我觉得当务之急 应该是尽快找到解除温病的药剂 只要温病解决 或许白魔鹰 会自动撤退 治疗药剂哪那么容易研究出来啊 是啊 连陆先生都对温病束手无策 解药我们已经知道了 西岭独有的鹰红草 能治疗这种温病 怎么又是你这小子 你到底哪来的 谁允许你掺和这些事啊 你说的当真 千真万确 虽说西岭是白魔鹰的老巢 好 但现在他们已经清朝出动 我们可以趁虚而入 你知道西岭有多远吗 而且谁说老巢里就一定没有留下看守的白魔鹰 这么可笑的计划 哪怕一整队的卫法师也未必能完成 你 我有办法 白魔鹰和天鹰属于同一个种类 按理说他们不会袭击对方 我们可以派一只天鹰潜入西岭 采集鹰红草 四位啊您忘了吗 您已经下令处死了所有天鹰 是哦 哼 我有办法采集到鹰红草 你又是哪来的 胆敢再次胡闹 低等卫法师张晓侯报道 这名少年正是协助我们找到温病源头的人 且听他有什么话要说 西岳塞还有一只幸存的天鹰 当时是 是我违抗了命令放走的 这个违抗太及时了 可是 所有的天鹰 当初都因为白魔鹰而失去的理智 你的这只 万一夜中途叛变了怎么办 我的天鹰血统混杂 不易受到白魔鹰的影响 而且我不是驯化他 他是我的朋友 我相信他不会伤害我 嗯 而且正是张晓侯的天鹰 发现了鹰红草 不妨让他们试试吧 好 就这么定了 张晓侯 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采回鹰红草 是 保证完成任务 铸蒙议员 现在这整件事都清楚了 温病与玄蛇并没有关系 所以 还请尽快放掉玄蛇 好吧 我命人去解除雷锦之法大臣 你现在开始變成了 有限困难地 老四 是 个人 大臣 是 大臣 老四 大臣 谢谢你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客气客气 巡蛇呢 怎么没见到 在湖底休养 不知道他靠自己 能不能缓过来 累戒之法虽然结束了 但是 他的气息已经十分为数 巡蛇湿了这么多血 你说血迹对他有没有作用 当然有 可是现在 去哪儿弄这么大量的 治疗血迹 那些导致瘟病的血迹 反正也要销毁 干脆给巡蛇用来了 他不是百毒不侵吗 对呀 莫凡 你太聪明了 喂 你确定能把回找回来吗 嗯 是灰 他回来了 这次任务很难 哪怕半点插持 都有性命危险 但事情做得去做 说实话 说实话我很害怕 我也想要保护大家 喂 现在只有你可以帮助到我 你愿意 跟我一起去西陵吗 好 你出发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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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